就像你所说的 做任何事都要有代价的 你们犯这种禁药 也应该做好了 付出代价的准备吧 我哥他是无辜的 那他就不会打这个电话了 真的不能犯我们一马吗 你自首吧 还想反抗 真当我是假把士呢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小铃铛我们走吧 沐浴 你走那么快坐山 大爹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自然是跟着你们进来的 怎么可能 我看你就是他们的同伙 你们兄弟俩可别诽谤我 我可是板板正正的好公民 你刚刚说的那句话 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就是想让你把人交给我 你脑壳被门夹了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不可以把人交给你才对吧 那可说不准哦 小铃铛别冲动 小铃铛你干嘛 小铃铛 别白费功夫了 你是叫不醒他的 什么 大爹 你做了什么 不过是用了一点小小的催眠技术而已 之前在A市做了那么多伏笔 全都被你给破坏了 那我就只好控制你妹妹了 被我破坏了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快点解除小铃铛的催眠 想让我解除催眠 哼 怎么可能 你还记得牛二蛋吗 牛二蛋不记得了 那大黄呢 也没印象了 那钱哥呢 这个总该有印象了吧 我说没印象你信不 我不信 你不信不就信了 你在A市搞了这么多破坏 早就该被绳之以法了 我是神 许是凡人 怎么能将我绳之以法呢 还不快跪到我面前来 勿于我的光辉 管你是谁 快把小铃铛还回来 你想要 那就给你 小铃铛 你干嘛 我是墨鱼啊 你做什么 看不出来我的救命吗 我可不需要一个通缉犯来救我 合着你们都是好人 求我一个坏人是吧 抓了你 我可就未必要坐牢了 就凭你 去去一个阶下球 也配合我争斗 去吧孩子 去把他该死的鱼抓过来 快去吧 什么情况 你是驴吗 抽一边动一下的 你 你 你 才 才 是 驴 催眠的还不够彻底 真麻烦 去吧 小铃铛 你快醒醒啊 我要是失败了 谁带你去吃火锅啊 火锅 哥哥 对啊 我是哥哥 我没有哥哥 不好 沐浴 束手就擒的滋味 可不好受啊 那不知道你体没体会过这种滋味呢 大帝 放弃抵抗 不然 我方将采取强制措施 是你吗 金色 你不是在C市吗 我的行程 还要向你报备不成 大帝 束手就擒 你们是在想屁事呢 有种就打死我呀 哈哈哈哈 你找死 小九 让他走 啊 为什么 因为 外面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了 警铃声 给我起 大帝 立即放弃抵抗 不然 我们将立刻击毙你 原来如此 走吧 过去看看沐浴 累 累死我了 呵呵 沐浴 我喝小九这波 算不算是天神下凡呀 沐浴 记得请我们吃饭 我们可是就你于水火之中呢 吃 吃大餐 走吧 哈哈哈哈 大帝 根据调查取证 魔方认定你犯有故意伤害罪 危害社会罪 侵犯公民人身安全罪 等数十项罪行 即刻将你送上法庭判刑 呵呵 金丝 你确定你真的抓到我的吗 什么意思 这不过是我的替身而已 金丝 希望我下次来A市 还能再见到亲爱的你们 危言耸听 老夏 带他走 说到 老肖那边是算代罪立功吗 嗯 毕竟跟了我这么多年 能给个机会就给吧 不过以后警服是肯定穿不上了 你们觉得大帝最后说的话 有几分可信多 我希望是假的 但是 我不能确定是假的 他这种人太难抓了 我也希望这次就是抓到真人 算了 如果真的没抓到他 那我就再抓他一次 神探小机场 小铃铛 小左 我要准备去国外了 去国外 你去国外干什么 对呀哥哥 这好端端的 去国外干嘛 我收到福尔摩斯的邀请了 我要去找福尔摩斯了 啥 那我能去吗 我也想去 你去个船子 你过一个月就开学了 那好吧 原来是这样 那 你什么时候出发 那当然是现在了 我已经买好机票了 那就助你一路顺风咯 嗯 你帮我照顾一下小铃铛 他一个女孩子 在外面也不安全 没问题 记得回来请我和老金吃饭 你小子还欠我们一顿大餐呢 没问题 拜拜